这是一栋80年代的老住宅 业主最大的诉求和疑问呢 就是能不能在这里也实现年轻人的理想生活 事实证明 丑陋的皮囊 无法阻挡我们拥有趣的灵魂 这都不是事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 原本就是典型的老式住宅的传统布局 厨房冰箱间很局促 风格呢有点宫廷风 客厅很迷你 虽然两个卧室是难像的 但是由于受格局的限制 再加上原本的这种奢华装修风格的影响 导致光线特别的差 所以我们第一个工作 就是将这个迷你客厅和其中一个卧室连通 形成一个餐厅加客厅 这样卧室大量的光线 就可以引入到很深的角落 整个空间也变得非常的通透和舒展 原本的厨房非常狭窄昏暗 而且只能容纳一个人 我们的改造希望它能尽量开放尽可能的和餐厅互动 这样既能满足多个人同时碰热的需求 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世界上我们用了数项的长条砖 地面用水墨石 这个材料其实在家庭装修中比较少见的 也是我们将一些前沿的商业的设计手法 带入到家庭装修中的一次尝试 卫生间我们同样用了这两种材料 来保持整个设计的统一性 此外我们变换了白砖的这种规格和拼法 比起厨房其实又多了一种装饰感 我们用金色的金属贯穿整个设计 水龙头 蓝门把手 还有射灯 其实都有一些金色的影子 从卫生间也可以看得出 它们非常具有材料美感 散发着一种精致的复古的气息 而且为了强化这种复古感 我们还采用了日常比较少见的高水箱马桶 整理效果还真的不错 这个复古的设计手法也被巧妙地用在了客厅和餐厅中 比如说我们墙面是上下分色的 有点像老式墙裙的感觉 我们没有用墙纸之类的材料 直接用到立邦漆 餐厅选了红色的叫复古相粉 客厅是绿色的 应该是水光天色 两个状色其实都很微妙 不浓烈 饱和度很低 状塞在一起又互补又协调 为了更有生活仪式感 我们在客厅的阳台 设计了一个绿纸区 中间摆了造作的一款绿色的沙发 周围我们布置了许多鲜花和植物 你可以在这儿喝茶 可以看书 甚至打游戏 当阳光好的时候 这里是最舒服的地方 卧室也有和传统家装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比如我们没有用传统的衣柜 而是用了格式美的一个开放式衣架 这样更加灵活和环保 墨绿色的丝绒窗帘很有质感 并且很好地解决了防尘问题 地面我们用了鱼骨拼的地板 卧室和客厅做了无缝的通铺处理 方便机器人的奔跑 我们甚至没有用踢脚线 而是用铜条来处理地板和墙面的交接 这在家装中也比较少见的 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就像在改造过程中 我拍了张照片发在微博上 当时光线很好拍了张窗外的照片 就有钢签在评论底下说 这个屋内好看有什么用 窗外那么丑 我也改不了窗外啊问题是 我当时就想 我当时真想拿铁铝锅拍他 铁铝锅拍他 铁铝锅拍他 拍他拍他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后面我会再做几期讲更多的细节 包括一些设计理念 还有除甲醛的方式 甚至还有一些很便宜的 报改家居的一些小技巧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